点击的记载是否都在叙说遭遇野人的传奇 讲述二十年神奇经历背后的隐秘 追寻三十年中国野考的足迹 敬请关注走遍中国特别节目 大型野考纪录片 中国神农驾野人调查报告 江淮汽车走遍中国 让梦想之意纵横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2003年6月29日 15时40分 在中国神农驾邻区 发生了迄今为止最新的一次 目击野人事件 自1977年 中国首次组织野人考察以来 该地区已有300多人60多次 目击过这种四人非人 四元非元的奇异人形动物 六二九最新目击事件的发生 在科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神农驾野人作为世界自然之谜 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与以往历次目击事件不同的是 这次的主要目击者中 有一位14岁的中学生 他叫周江 所在学校是神农驾邻区一中 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一个灰白色的一个东西 被反正攻着的 就像一个老年人一样的 在路边走 我们这车一往前走了一点 我看见他快步地向路中央走去 走到一会儿 站在那里 把头往后面一甩了过去 就直接往树下面的树林子里跑去 面对如此怪异的身影 车上几个人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叫 停车 因为惯性 车向前冲出二十多米后停了下来 但奇异动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怎么知道他光着脚呢 因为像我们找到脚印的时候 发现那个直头印 还有前掌后掌都是非常的清晰的 脚印不像人的脚印 这五个直头这样的 还是有一半一半的那样的五个直头印 六二九目击事件中 驾驶车辆的司机是刘洁 大概是什么形状 灰色的 灰色 就是有点像那个枯草啊 枯草的颜色 那个尾巴有多长啊 没了尾巴 没有尾巴 没有尾巴 这个前肢有多长 前肢呢它这样的椭着 就这样的弓着身 从这个地方吧 从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走这个地方以后 因为我车子在 也跟它同向行驶上 它是跟你同向的 从这个方向这么过 对对对 同向走 事件发生后 中国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方辰等人 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目击现场 野人目击者之一 神农驾邻区党委宣传部的干部罗永斌 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形 这一段时间 走到东间 就就直到回来 看到发展我们车子就直到回来 他说这个人从这一边走 就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走走走走 通常听到车了 哦 这样挖了一下 马上就直到下下 出来下去 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车看的时候呢 那么就 很明显 发生一个这样的 就蹬开的 蹬开的这样一个 下面是柿啊 上面是柿子啊 聽取了羅勇冰等人的情況介紹後 眾人沿著野人跑去的方向 小心翼翼的下坡 希望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這個腳跟腳在這 這樣才會來 這樣 這樣 這樣會來 這是腳跟 已經爬了 當時我就發現了 已經爬了 這腳很大 就這樣 這樣 三十公分左右 這是它的 它原來是混到的 它是一個蒸氣的 對 很容易混的 很容易混的 這是它的 而且它爬得非常快 對 它下的解開 看了沒 這明顯的牙痕 你看了沒 這明顯的牙痕 應該從這裡 到這裡 這是球形的 完全兩面的大概是三十公分 我估計是 這只有牙筋可以跟進 這樣 這可能兩一下 形態是別說帶來的 嗯 因為是周圍者裡面的形態 它肯定是從上的那個那個高度 帶下來的形態 拆下來的形態 拆下來的形態 應該到這裡 從這裡 應該到這裡 大概三十二公分左右 十二 知道 就這麼寬 這叫做喉舊帳 寬度是十 喉舊帳的寬度是十公分 前面是十四公分 請就這 長度是三十二 長度是三十二 他這次 他不要塌的事 這個深度不夠的 就不會有問題 啊 這中間肯定一個 大家看不到了 這一個呢 這採回角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這個書 這個書上面 這書是很好 當時這裡面 就已經很心情 就跟這樣 就跟這一樣 把這個後腳 把這個給踩開了 這個 當時我看了之後 我踩了這個草 在這裡做了標記 我 你們以後大家看 就散風了 這裡把青灘 這個青灘 這個青灘 就掉了 就踩掉了地上來了 由於連續幾天的大雨 地表破壞嚴重 王芳辰一行 一時沒有找到明顯蹤跡 返回途中 他們在野人逃跑經過的一棵樹上 發現了一處明顯的抓痕 他是一腳採了 一腳採到這個以後 下來就是這樣 一把抓著 抓著 這就是打木 抓著 抓著一下 翻起來 翻掉了 當時你看到過這個痕跡 抓痕 當時 這個東西是今天看到的 哦 今天看到的 那天 而且當時 後面拿了以後 我沒找到那個地方 找不到那個地方了 對 這是這條路線上的 這是打 打木指挫插的痕跡 你看 這是比較明顯的 這是肯定是這樣 一錯 看這邊 這是這樣抓的 這是錯的 是這樣抓的 有瘦 經測量 抓痕離地約1.68米 橫寬約0.1米 拇指抓握部位 寬0.026米 樹幹表層苔藓樹皮 從右向左被擰開脫落 顯然 這是629野人 在奔逃過程中 為保持身體平衡抓扶過的 這個面 這是握部位 抓的很大 這個面大概是26個毫米 對 抓的很大 比我的手要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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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他的手要粗 比我們的手要粗 比我們的手都大 比我的手要粗 2626 這個手掌 手掌性這裡 你把這個擦著 他這個手掌啊 手掌絕對比我們粗到 你知道吧 你看他把這個也擦著 他不單是這個 他選的時候 他把表皮脫落了 你到這來看的話 這一圈表皮就沒有了 有些動物學家認為 熊總跟熊區別不了 熊是爪子下那一挠啊 柱的 它在前面的長肢 爪勾混的 這是掌墊嗎 肉墊嗎 抓的 另外靈長類 什麼叫靈長類 這大拇指得這麼出來 你得能握 它只是一絕這一砍 它是大拇指上 抓痕的發現 成為這次搜尋行動最大的收穫 就在629木雞事件對外披露後 深農駕塔平村的兩位村民 主動交出了近山採藥剪刀的毛髮 據他們介紹 毛髮是在離629木雞事件 現場不遠的一個懸崖山洞發現的 上面都發出這個毛錢的 剪長的剪六七八根 對 短點我們都沒剪 這個不像人的頭髮 不是 我們當時要亂先 不像嗎 人的頭髮刮起來 不像 你用它一個頭髮 你比一比它有什麼區別嗎 我怎麼看這個顏色和長短 不像 比人的好像要粗一些 跟女的的比呢 這個大腳 你給老看你頭髮來 粗其他這個一些 都不同 就一根就行 謝謝啊 這根頭髮指一波 很細細 一定很細細 你同志很細細 很細細 那不是頭 那不頭 絕對不是頭髮的 不是頭髮 你們再把它放到一起比喻 我看來 醜些了 也不是女的 也不是女的 別人偽造的 牌偽造不著這麼強 是不是 這種毛錢 那會不會是 某一種野獸的 或者 野獸什麼動物都看見過 我們這裡見過的野獸多啥 你都見過什麼野獸 有老熊 有這個 那個豹子 都不是這樣的毛錢 還有那個迷糊糊 它都不是這樣的毛錢 猴子的毛跟這個也不一樣 不一樣 都不一樣 反正毛錢都不一樣 有了 它沒得正常也沒得正常 也沒得正常 現在 一些毛髮已經送到北京 正由權威的野生動物檢驗部門 進行DNA分析 或許629最新目擊事件 給解開野人的神秘面紗 帶來了一次契機 開熱狂 進行電腦 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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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蛆黃 天舞 全拍攝 其实野人的木鸡和传说在神农架游来已久 在神农架找野人 到兴山看美人 去紫龟访文人的说法广为流传 兴山的美人指的是汉代幻西美女王昭君 紫龟的文人指的是战国时期 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 就在屈原的代表作品《山鬼》中 唯妙唯孝地描写了古代楚国民间的一个女鬼形象 若有人系山之阿 披臂立系代女罗 季寒涕兮又一笑 子慕于兮善妖条 虚远笔下的山鬼 像人似的站在山梁上 披着碧粒藤带着云雾草 微笑地望着世人 两千多年来 许多人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山鬼的原形究竟是什么样 由于屈原故里紫龟连着神龙架 十分接近野人的活动区域 近年来不少学者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和发问 屈原笔下的山鬼会不会就是野人呢 我觉得我不敢这么下定论 但是的话作为我们一个公民的话 也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屈原他在取山鬼的素材的时候 他见到了这个野人 然后把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然后又经过 形成了山鬼的这个美好的 这个向往和平的这样一个 但实际上又看起来很野 在这个山里边 深山老林里面 非常的孤其无一 这样一种形象 讲解园的想象并非空穴来风 在神龙架专门收藏古书其实的郭启敦家里 我们找到了一本清代出版的《山海经》 这里面就有关于野人形象的记载 我这收藏的有一本《灰土山海经》广著 《灰土山海经》是近代的国谱撰写的 它的出版年代是咸丰五年 1855年出版的 距今历史有150多年了吧 上面有一段文字记载呢 就说这个小刺之山呢 有瘦 起庄而如圆 面是白瘦 持足 名语竹燕 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 曾在神龙架做过多年的考察 他在《本草纲目》中 也有许多关于人形动物野人的记载 对一个名叫沸沸的动物就有如下的描述 《战国时期》 《沸沸》 《如人》 《批发》 《训走》 《识人》 《靖朝》 《人面》 《长唇》 《黑身有毛》 《见人》则笑》 《宋代》 《齐面似人》 《红赤色》 《毛似迷猴》 李时珍在总结这些记载的基础上 对人形动物做了如下描述 《长》 《杖鱼》 《逢人》 《则笑》 《忽为山大人》 《或曰野人》 《即山霄也》 所以说 中国第一个提出野人称呼的 应该是明朝的李时珍 目前我国国内发现的第一个和野人形象相似的文物出自汉代 1974年 湖北省毗林神农架的防线出土的汉木文物摇钱树中 有这么一幅图像 人们称它为毛人 古人为什么把毛人形象镶嵌到摇钱树上 我们不好猜测 但在防线档案馆 我们查找到了清朝的防线县制 在县制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其中一则说 防山高险幽远 石洞如防 多毛人 常障于遍体生毛 另一处记载为 防灵有猎人善射 史无虚发 一日欲圆 翻七十余发 皆不能中 圆乃举手长衣而去 因肺公使不复猎 现在防线及其周边地区 以野人命名的地名 像野人谷 野人洞 野人寨等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这一切 难道只是简单的巧合吗 我坚信 在我们的这个大自然当中 在我们的神龙架 在我们的防线 是吧 这一个区域范围之内 起码是可以有一个动物 是存在的 这个动物 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 已经发现的动物是不同的 我们归切把它叫做作为野人 县委书记之所以如此自信 还因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防线和神龙架邻区 曾经有多人目击过这种奇异动物 1974年5月 殷红发在野人谷附近的山上砍柴时 曾经用镰刀背 把一个直立行走的人形动物打伤 它是个心动的 就跟人似一样一样的 它不该在人家上的招号 在这边先抗着一点 这个将它的现实的话 它这个胖里面的区别 它是个女的尾巴面的 它跑了以后的话 那我这口我瞄了 它跑了以后 它在我看那口头的 中国奇异珍稀动物探险 专业考察委员 向下 向下 对 美停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